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真地观察过每一次点来的外卖包装 而且还从中找到了创业的灵感 有一次是试过打包一个火锅的配料 然后它送来的时候 是用了30个塑料的材料 所以我们就在想 竟然食材和打包这个关系 是一直会在增加的 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来去逐渐这个新的流程 所以我们就创造了这个Circle Pack 就是帮这些F&D的产业 去提供这些零件的逐温 给他们 去减少塑料的材料 Circle Pack是一家生产和降解食物包装的社会企业 由郑子峰和黄维奇在2020年行动管制令期间创办 不过 从小被母亲灌输环保概念的郑子峰却坦诚 他们提供的餐具容器并不是最好的方案 倘若要真正做到环保 自备可重复使用的餐具容器 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包装垃圾的最佳方案 从现在这个阶段来讲 不是全部人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特别是我们现在用很多那些 网上食材购买 你是控制不到它用什么内容送来 至少这个是可以减少、减低那个影响的 就是铁铁的影响,这个是最快的 这个包装不只是一次性 但是它可以去帮助那个环保的意识 就是你用了过后 它之后就可以拿去装垃圾 它装垃圾过后又可以拿来再装 那个原材料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形成一个 平均的经济 所以这就是我们用了 平均的包装垃圾 你可以看到是平均的包装垃圾 这两个合在一起 从表面上看来 这些可降解容器 跟一般的保丽龙没有什么差异 其实它们的原始材料 都是可再生的植物资源 使用完毕后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 如果你看到的话 它的那个磨上去那个质量 是不一样的跟保丽龙 所以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材料 第一就是用竹酱 就是Bamboo泡 然后第二种就是用Sugarkin泡 所以Bamboo泡因为它的材料的原因 它会比较硬一点 所以你如果要拿去装垃圾的话 你是需要一个机器 或者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去给它装垃圾桶 但是如果你讲到Sugarkin泡 它本身会比较软一点 所以这些你就可以 例如你在后面 你平时有做习惯 有一个习惯就是处理那些厨余的 就是你可能以前有一个桶 放那些生物的材料进去 给它慢慢去降解 这个就可以放在你自己的桶里 就不需要什么机器 那个成本的材料 它是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 装垃圾桶 你才可以称呼上 装垃圾桶 所以这些装垃圾桶 是一定要在270天 就是三到六个月之间 一定要完全降解 还有不会留下任何毒素材 所以这两个来讲 都是差不多一样 三到六个月之间 此外 Sugarpac还获得了国际标润化组织 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这两大国际认证 他们生产的可降解餐聚容器 不仅有多种款式 还非常耐热 耐冷 根据测试 它是放在冷藏中 如果你拿去烤烤的话 是到250公斤 但是我们的建议 我们对顾客的建议是 最好是拿一些测试 去测试 你的预定 因为每一个餐饮业者 都会有不一样的预定 可能有些是拿来放糖 有些是拿来放面饭 全部那些温度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建议他们 去测试一下 目前他们已经累积超过 300个客户 当中就以高档的咖啡馆 餐厅和酒店业者 占大多数 郑子峰解释 这样的现象 是因为一般的餐饮业者 都认为 转用可降解餐聚容器 会影响自身的收益 我可以很诚实地跟你讲 全本是会比塑料的容积来的高一点 但是为什么它会高呢 是因为不够多人在用着 因为我们做这个装饭的业务 是你有大的数量 你才可以拉低那个成本 为什么包装那么便宜 因为全部人都在用 如果这个我们可以推广到 全部人都在用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拉低那个成本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除了说服现有的餐饮业者 改用可降解餐聚容器以外 Sogopay也发挥他们的社会企业精神 给小型居家餐饮业者提供援助 同时也帮助他们搭上环保的列车 因为我们的启定量 我们的MOQ是相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可以支持到这些人 例如说你刚刚 你今天要开始买那些吗 你暂时还没有有很大的客户 你可以跟我们买100个 组织成本去测试你的市场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商业 你没有可能去那些大厂 问他们 我要100个商业来测试我的市场 这样这个事你是做不到 因为他们启定量最少 可能上万 上十万 百万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想到MCO 竟然有很多人就出来卖东西 这样子也是可以支持他们一下 郑子峰认为 外卖业的兴盛 导致垃圾增多的原因 除了保利笼和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以外 外卖垃圾的处理缺失 也是原因之一 为此 作为可降解餐聚容器生产单位的他们 希望能够在未来 承担产品垃圾的处理准备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是有一个计划 是说第一就是要提供 配件到市场 然后第二就是可能会帮他们做回收 去帮那些F&B去做回收 去回收这些配件 跟那些生产品垃圾 跟那些生产品垃圾 然后回收过后就会把它拿去降解 所以这样子会形成一个 满货经济 这样子就会确保 我们的顾客用了这些容器 是可以拿去降解的 塑料污染是人类社会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挑战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20年 针对亚洲最严重的海洋污染者 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 马来西亚人 是塑料包装的最大个人消费者 因此治理塑料污染 已经到了刻不容管的地步 Circabat推出的可降解餐具容器 无疑是降低塑料污染的良好方案 也能引领我国 向零废弃的循环经济模式迈进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0.0 二皇帝 中文字幕震写 已遇了 位置 养 楔 文字幕震写 宣 hospitality